男友突然拿出他偷拍我的影片跟我講說 你不買的話那我要把影片放到網路上 蛤 天啊 偷拍是性愛的影片嗎 是不是跟那N號房一樣嗎 嘿 訂閱了嗎 樹林的射手鼓主 他說他跟男友交往的時候已經兩年 然後跟男友互動都非常好 最近的話就是男友就有點失業 然後他的生日快要到了 他就跟我講說他希望生日禮物 因為他對於沒錢 所以生日禮物的話他希望可以拿到PS4的Pro 然後要我買給他 但我拒絕之後 男友突然拿出他偷拍我的影片跟我講說 你不買的話那我要把影片放到網路上 蛤 垃圾耶 天啊 垃圾到幾點 這也太 怎麼辦 可以告他了 咧 不會前判會很刑啊 對啊 對啊 蛤 不會表示男生要女生買PS Pro Yes 但是他完全嚇壞 他不知道男友偷拍 偷拍是性愛的影片嗎 性愛的影片 我跟妳講這個事情很常發生 Don't scare Don't be scared 很好叫他避動詞 避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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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等輕音 根本就拍不到 好啦 好這件事情你不要怕 我跟你講因為很多人會被性愛影片所威脅 但我覺得 真的會耶我覺得 真的很多 因為很多那種好萊塢明星或是一些演藝群的人 因為我拍你們性愛影片 你就要臣服於我 或是要給他一些錢 是不是跟那個恩浩房一樣嗎 恩浩房事件害人聽聞 連日來已有大約300萬人 上青瓦台網站連署請願 要政府公開並嚴懲26萬名涉案者 這些人繳交台幣5000到35000不等的費用 加入不同等級的聊天室 共享性樂影片 多達74位年輕女性受害 最小的甚至才11歲 受害少女高達74人 受害者也站出來發聲 表示自己2018年還在讀國中 因為家裡需要生活費 接到贊助兼差的訊息 一個月十萬台幣 沒想到趙賢一開始要求他拍身體部位 後來更強硬威脅 逼迫拍性虐彈影片 讓他一步步走進地獄 類似但我是覺得說 真的不要害怕這種影片 留出去就留出去啊 那可以報警吧 對可以報警 這可以報警 到底可以怎麼樣 我也蠻好奇的 恩 我是覺得可以報警 可是這怎麼處理 因為我不太懂 沒有他這樣會 那個違反那個啊 什麼散佈猥褻 個資什麼之類的 都有都有 可是他沒有散佈啊 是不是要散佈才能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是用口說的話 會不會就沒有證據 沒有沒有 你可能先 你在引起這個話題 你說Baby那個PS破的時候 錄音 對我不想買耶 然後他就說你不買 你就很錄音 或者是你用Line 對話紀錄 對話紀錄 然後你就把那個錄音 或把那個截圖 拿去警局 你就報警 我覺得要耶 對 就是你要有一個聲音音檔 或是訊息檔 對 我覺得你要轉而收證 對 對 你就在開啟這個話題 或是你有辦法拿到男友的手機嗎 或是 對啊 你就突然一個睡覺 把手機格式化 然後一格式化 你就要馬上分手喔 可是又不知道他電腦有沒有備份 對啊 這樣算恐怖情人吧 可是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會很怕 心愛影片被傳出去 但我自己覺得 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 沒有沒有 應該說這個不能被當成 他可以嚇死你很多事情的一個東西 這樣大家不知道天沒得到 天喔 但其實最近那個韓國那個 也是這樣子 對的確我說因為 一般人 好可能我不是一般人 就是一般人都會很害怕這件事情 然後用這個影片 可能要你給他幾百萬 或是要你的人生 或是要你的什麼 要臣服於他 但我覺得 如果當你今天 你給他一個心態是 喔 老娘不怕你這個心愛影片 他就沒責了 他沒有責了 他就是覺得 那這影片我PO了也無所謂 所以他就反而可能 maybe不PO 或是maybePO了 但對你沒有任何影響 但你一定會影響啦 那我是說 你傳遞給他的人 要說 你這影片我也沒關係 他就反而會覺得 那好像沒有東西可以威脅你 你如果當你PO的話 我可以告你 你PO啊 我可以告你 但因為我沒有很害怕 我覺得你可以傳遞 這個態度我覺得蠻好的 對對對 就是你PO我就告他 理直氣上的 那你要PO我無所謂啊 這樣子的感覺 我是建議大家這樣 不然每個都被那個 因為你整天就害怕 他反而更想去做這個 而且他可能會 越要越大的東西 那你就說 那時候看他影片 怎麼幫我拍那麼臭 對就是 你會充滿一個好看的 什麼不好拍 因為從背景上都不好看 對就是 展現出這種態度 不要太care這種 對 你一定會care 那你要演出 你不在乎 他才不會越要 因為你當一個人越害怕 我也看了說他害不害怕 我知道你害怕 那我一定會要更多的東西 對 那你給我兩台PS4 看你怎麼怕 就是那個犯人 他越要越多怎麼辦 犯人的心 因為那影片就一部 他可以要你一百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不給我還是PO啊 又不是做完真事就沒了 犯人的心態就是 他一定拿一個東西 你怕的東西 然後一直在 娛虛 跟你的東西 那他旁那個 我剛才看這個新聞 我覺得蠻可怕的 他就是說一開始其實 只是拿到裸露的照片而已 不是很嚴重 只是裸露的照片 但他們只是威脅說 如果你不做更過分的事的話 我要把它傳給你的親友們 然後他們就妥協了去做這件事 對我的意思說 那這個照片他也不會給你啊 你就算做完了 他繼續拿這個東西 威脅你下一個東西 對 這就是犯人的心 所以你不要去怕他 一定會怕 那我還是奉勸大家不要怕 你才不會 他才不會說 那這個 好這個也沒用 我只能找一個新的東西 對啊 對啊 就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嗯 這樣不知道可不可以 可以啊 比較正面一點 一個心態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被威脅過 你有 對啊 蛤 我說他我沒有錢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是沒有錢 他說那你不買 我就會PO出去 這樣 我當時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有 被威脅 我真的有存錢 蛤 那我存到後面 我沒有買喔 我是說 欸我如果不 不買你就要PO嗎 他說 喔對啊 因為他想拿那個錢 買一個新的這樣 我說喔 那就分吧 你就PO啊 我無所謂 嗯 然後 他就突然不知道 要做什麼事情了 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知道怎麼辦 那因為我錢已經在口袋 因為我想說 如果他這 怎麼樣我再拿給他 但我就想好 你已經準備好拿給他 我就放在口袋裡 但我就是撐住 就是這一刻 最後一個 我就先裝一次 我無所謂的感覺 然後他突然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威脅我 然後就我們就分手了 就反正就後面 就那一整串 罵了罵去的分手 他也沒有PO 他也沒有PO 因為他覺得喔我不怕 那因為那時候我就是個 Nothing 我就是個路人 所以他就覺得喔 我PO了 那誰會看 這件事情如果他放在影片上 嗯 那會去搜尋這個影片的人 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就是好像時辰大海 這種感覺 除非他PO在他的臉書 說喔這是他的心愛影片 那這個絕對可以告拉 而且那又不能久留什麼的 系統也會不利 系統會封 對啊會嗎 會啊 你說那種A片的網站 會 就Fastbook又不能有這種 喔對啊 我說那他要傳給誰看 對啊 所以反正就有個心法 就是譬如說你想要咕雞一個人 然後那個被咕雞的人 然後那個被咕雞的人 因為整人說喔不怕羊 你就不會想要咕雞他了 沒錯 大概是這樣 就不太想到咕雞是什麼意思 就咕雞啊 就咕雞啊 就咕雞咕雞 不然現在老 你現在用什麼用語 鳥滴啊 鳥滴啊比較好嗎 你只是台語的肉 對啊 鳥滴 鳥滴有的 因為Googee是同一年代 Googee也要是葉子的歌耶 Goo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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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耶 下次見拜拜 拜拜